大家好,我是老韩,欢迎收看本期的老韩说股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汽车的相关上市公司 中通客车和雨通客车 那么我们知道近期的这些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产业链 这些个股都是表现是非常活跃的 那么我们通过资金面、技术面来剖析一下 它之前上涨的动力 包括接下来它又如何去运行 所以说接下来内容是比较关键的 大家一定要看完 当然了,新朋友一定要点个关注 因为关注不迷路 老朋友继续点赞,以此鼓励 若是有些粉丝朋友 想要跟老韩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交流 大家可以去关注老韩说股盘客的文章 那么在盘客的文章里 老韩对每天的大盘都有进行一个分析 特别是这两天大盘出现了这样一个破位下跌 那么接下来何去何从 那么文章里都有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还有就是对每天的这个龙虎榜数据资金面 也有一个全方位的解读 所以说对老韩说股的这个文章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好,我们回到这个新元车 这个产业链的相关上市公司 那么中通客车上 那么中通客车我们知道 它是主要是做这些客车 大中型这些客车的 而且它是属于山东国资委这个的 是吧 所以说属于它旗下的 那么它这几年的经营业绩 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前年的时候 它是出现了亏损 业绩是大幅下滑的 但是到了去年 大家看到没有 开始赚钱了 业绩大幅的这个增长 截止到今年一季度 依旧是挣钱的 而且也是呈现一个大幅增长的 而且它这个中报也是预披露了 也是大幅增长的 所以说它这个业绩 从这几年来看 是每年有所向好的 特别是去年 大家也知道 去年是 它也是受到这个市场的关注 因为是口罩事件 是吧 它有做这个相关的这些车的 所以说对它也是增后它的业绩 那么整体来说 老韩一直强调大家 无论基本面的好坏 还是消息面的多空 最终都是要体现在K线图上的 因为市场行为涵盖了一切信息 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 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通客车的越克线图 那么中通客车在2016年之前 是吧 也就是从不到两块钱涨到了25块钱附近 是吧 也涨了10倍以上啊 所以说 对于这家上市公司 它本身就是有这种大幅上涨的基因 所以说它从2016年回落调整下来 那么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再次迎来了一波大涨 也就是大概从4块钱涨到了28块钱 那也涨了将近7倍 是不是这样呢 随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顶部的K线形态出现了调整 那么只是到今年到了9块钱这个位置才开始止跌 止跌目前来看5月份止跌的到6月份开始反弹 到7月份还是继续去反弹 截止到目前 所以说从月线上我们看到的是 它从真正的也就是前面大概是4块钱 去年前面4块钱一来一波反弹 随后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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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缩量调整 所以说目前来看它在9块钱是受到支撑 那么截止到6月截止到目前7月份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 所以说如果说它要继续去反弹的话 必须要量能要跟上去放量去上工 那么放量上工马上要面临15块钱 这个第一个阻力位随后就是20块钱 包括25块钱这两个压力位 是要大家要值得从月线级别上去关注的 目前来看它走的还是比较健康的 现在就要看15块钱的有效突破了 看来是用什么样方法去突破 这个也是从目前来看 也是值得大家要去重点去重视的 好我们从日线级别来看一眼 因为日线更小级别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些资金面上 或者其他这些技术形态上 它会怎么去上演的 包括前期是怎么走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说了 从9块钱这个附近是止跌的 是不是出现一波反弹 其实它在前面的这个位置上也是迎来了这样一个反弹 当时是有机构啊外资啊 包括这些油资啊也都参与进来了 那么随后出现了一个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顶部的这个信号 是吧 包括指标 所以它出现了条件 条件再次形成了一个不破不立 是不是 把这个前面的一个低点 9块5给破了 破到9块2毛1 但是破完了之后就马上就立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呢 这叫不破不立 那么对于目前大盘3200点如果破了 是不是 那它会不会也迎来一个不破不立呢 这也是相通的 好吧 那么我们看到 它在这步上迎来了这样一个带量的一个反弹 随后又横盘震荡 缩量 缩量之后再次去放量去上涨 是不是 放量上涨之后又是进一个调整 调整之后再次去上攻 是吧 又是放量了 那么对于说这样的一个十字新线或者说长上一线会不会是阶段性顶部呢 而且是带量的啊 这个啊不能确定啊 我们要等到后面一个确认 目前因为它处在这个风口上啊 风口上风来了 猪都能吹上天 活过像他这样的啊根本是不受影响的啊 所以说从日线级别 对于这家上市公司我们也看到 在近日还有知名油资桑田路也进来了 那后面又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些油资进来呢 比如说知名油资方新霞 啊上唐路甚至还有这些张盟主什么等等的他们会不会有再进来呢 这个啊我们只能说后面尽量去关注啊拭目以待 所以说目前来看对于这样的一个带量的十字星线 目前大家是没有必要去担忧的 包括之前我跟大家分析的这个浙江市保也是一样的 好吧 当然了它真正的这个压力位 因为它为什么呀 它又要面临这个前高了嘛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这毕竟还有个前高这个压力呢 那目前毫无疑问早这个量能早就已经过了 所以说没有必要去担忧的 也就是说13块钱呢 13块钱上方这个压力啊 是没有什么可去担忧的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压力位 它应该在哪 真正的压力位在16块钱上方啊 才是真正是它的一个较大的一个压力位啊 所以说这是从日线级别我们给大家剖析的啊 它接下来大概是怎么样一个 目前走势是健康的 大家没有必要去担忧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与通客车 那么毫无疑问 它的基本面上啊 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客车的啊 当然它不是它没有国资背景 是不是啊 那么它这几年的业绩 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眼 它在前年的时候 你看见没有 也是挣钱的 是吧 也是增速 挣增长 那么去年依旧是赚钱 而且增速明显还是挣增长 那么到今年一季度 大家看到没有 依旧是赚钱 而且增速大幅的这样一个增长 当然了它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半年报 那么我们来推演一下 它在前年中报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有 是亏损的 那么你想想看 去年全年是大幅增长 大幅赚钱的 包括今年一季度也是赚钱的 那你说它中报 它能差得了吗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说它的业绩上 大家这个就没有必要去担忧 而我们唯一担忧的就是 它从股价上 有没有提前去透支 这个才是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基本面的好坏 还是消息面的堕空 最终都是要体现 它在客线图上的 是不是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对于说 雨通客车 这家上市公司的客线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在17年 见到了这个历史的高点 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在17年的时候 见到历史的高点的 23块2毛6 随后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 调整目前这几个月 也是把这个有突破的这种迹象 因为毕竟从这会上出现放量 开始进行一个上攻 是吧 很明显一个阶段性 一个底部的这样一个形态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目前从月线上 我们看到的是 它整体来看 构筑了这样一个小双底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底部的 一个形态 也是很明显 那目前大家看到连续这种去上攻 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它要面临这个前高呀 这个中虚呀 或者说马上这个历史高点这个位置上 它这次会不会要去向历史高点去试探一下呢 但是呢我们认为的话啊 首先它这个前高附近大概是在17块钱 这个位置上啊 看看能否给它有效突破了 因为这一波它走的比其他的这些什么客车呀 或者汽车呀走的明显要强 它会不会提前透支 这个也是要大家要考虑到的 如果说接下来要公布中报了 是不是 那假如说中部公报不及预期 虽然它是正增长的 但是有时候不及预期 再加上股价也提前体现出来了 那么短线它可能会不会要经过一个调整呢 这个也是要引起大家一个重视的啊 毕竟它要面临这个压力位 所以从月线级别上来看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去追涨 因为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是不是 虽然它目前走势是比较不错 那你可以用短线来博大技术一个反弹 这也是可以 那么说到短线 我们从日线级别来看一眼 那么日线级别大家看到没有 它就一直是吧 一路震荡上行 看到没有 一路这种震荡上行 而且明显也有这种加速的这种意图了 所以说这两天调整 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担忧 它依旧处这个上升趋势当中 是不是这样呢 只是说它这个15块2毛5 会不会是一个阶段性高点 这个还是有待去确认的 目前走的还是比较健康的 好吧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要关注 13块钱这个位置上的 强支撑和得失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它回踩把13块钱真的给有效跌落的话 那就大家一定要是以观望为主 如果说它受到14块钱这个支撑又开始反弹 那往上走 大家可以适当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但是呢也要谨防它这个接下来这个业绩 假如说不如预期 而且它又提前透支了 是不是 它整体来说的话 它的风险还是相对于来说 机会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嘛 刚才从月线上来看 它连续在趋线大涨 又要面临这个 那么前高的这个压力位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标的 我们要想这个位置上 因为知道你可以按照趋势去应对它 但是目前它整体来说 它走的是比较高 好在呢 对于说它这个来说的话 它的估值取于上市以来 还是一个相对一个较低的一个 或者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说整体来说 风险也不是那么特别大 但是从短线来看 它的涨幅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要面临 马上要面临这个前高 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 16块钱上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君子不利威前之下 最多的话 你也可以做个短线 快进快去 如果说做中长线的话 这个时候还是以观望为主 不同于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中通客车呀 是不是 因为中通客车的话 它整体来说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前面是深受资金关注的 像什么张盟主啊 桑田路啊 是不是 深受资金关注的 因为当时这一波是朝口罩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一波大涨 它本身有这个大涨的气息 那这一次呢 它会不会再小涨一波呢 这个所以说 这个也是要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当然了 以上的分析仅是老韩个人的一个观点 不作为大家投资的建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没有问题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打一个巴巴巴 让我们一起发发发